慶祭清澄 晶祭清澄的歌聲中 慈禁日本分會的玉佛典禮 莊嚴展開 法師帶領大眾親近幾心 第一次在日本 來參加這個會 我的人生到今天 跟他出事一樣 可能一直在忙於學業 然後今天抽空出來 算是洗滌一下心靈 然後感受一些平靜 三節合一 志工除了邀明忠禦佛 也透過弘法立生的佈展 讓大家更認識佛教 這個很殊勝功德很大 希望大家繼續這樣子我們的佛法 全球豪洋佛法 更多的法系 更多的共享生求 這樣的活動對於洗淨人心 這個祥和社會 祈求天下無災無難 這個覺得非常的感動 而中文般的玉佛典禮 則多了一份溫馨 親子們一同出席 感念佛恩也謝請恩 佛的法喜 志工也帶到 街友熱食發放的活動中 帶彈幕公園的異語 簡單的玉佛台擺設 街友也能敵盡心靈返憂 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日本的食物發放 跟美國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非常莊嚴 旅行中擁有這樣子的經驗 真的比什麼的回憶更值得 與佛相遇在五月 眾人慕依佛恩也會去神戀 大愛新聞 知識美志工 日本報導